如果你现在有少少钱 想投资第一件设计师作品 但市面上有这么多设计 你又不知道怎么着手 今天我就研选了几支 我认为很值得投资 很漂亮很时尚的灯色 今天我选择的设计 都至少有20年以上 他们经历过不同的年代 经历过不同的设计风格改变 但仍然迫立不到 这样我就认为是真正的timeless design 第一个我要讲的是PH系列 PH有分PH32,PH221,PH4有1.3有2.1 大家不用怕这些数字 这些只是model number PH32,21这些数字 其实是玻璃尺寸 是一些灯的model number 也是可以记录整个系列不同的尺寸 32就是最大的玻璃的30cm 其实是29cm 21就是最大的玻璃是20cm 玻璃越大越贵 而且是倍数的贵 所以PH4有1.3有1.2 是可以贵最小的215倍 即是45cm直径的玻璃 是贵20cm直径5倍 某程度上是因为生产这么大的玻璃 它的成本很高 我自己在Black Friday也买了一枝 这边买真的很便宜 就算英国有税也比香港便宜很多 PH系列由丹麥设计师Paul Henderson设计 它这个三玻璃碟形系统由1926年开始设计 1927年推出第一支PH台灯 然后再发展不同系列 与白色的玻璃灯罩油化光线 它三块玻璃灯罩的设计互相重叠 就算你蹲在这里也看不到灯泡 这样才可以散发和谐和不像眼的光线 而且它的口吹玻璃是三层的 外层有光泽 内层就喷沙雅光 玻璃做了不同的治疗 可以提供油和均匀的光线 其实整个PH系列除了桌灯之外 还有地灯和吊灯 1958年推出的PH5吊灯 大家应该看到很多 设计师Paul Henderson 也是用了没有圆光的概念 透过设计令到光线优雅地散发出来 一切都不会刺眼 没有暴露的灯泡 香港人经常犯一个错误 就是要很光很光很光 整间屋都很光 但是欧洲的设计 其实我们要讲求Level 每一支灯都有它不同的用处 我们有阅读的灯 照明的灯 气氛的灯 各有功用 如果要买第一支收藏的灯 我想桌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去比较灵活一些 不用像吊灯那样 你要安装 而且吊灯要配合室内设计 桌灯可以按照环境转变 安放在不同的地方 我后面这支PH21 因为要线下面的USM 看不到 因为如果我当时选择PH32 玻璃的尺寸就对了 差不多佔了一半 我觉得太大了 所以我就选择了21 如果选择32 我想我旁边未必可以再放其他东西 因为我旁边的傢伙还未到 我等了两个月 差不多 希望有一天它会到 要来的始终会来的 PH桌灯很多时候会放在沙发旁 或者书桌上做阅读灯 甚至有些预算的话 可以一对放在床头做床头灯 不过我就现实点了 我如果买了DesignerPiece 当然当然是想放出来 所以放出来 如果在玄关入口位置 有一个长明灯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玄关客人进入到来 自然就会 嗯嗯嗯嗯嗯嗯 当然啦 If you know you know 还有我想说 PH的灯在二手市场有价有市 尤其是Limited Edition 或者Anniversary的特别版 它们每一年都会推出不同的版本 只限一年而已 我在录这一集的时候 还是2023年的12月 今年这一支就叫做PH22 Luna 矮小小的这一支 它不算很practical 不过它是少有PH系列 可以扭动 可以调教角度的灯 我觉得都有一定收藏价值的 下一支我要说的是Saucer 它是由美国设计师George Nelson 1947年设计的 其实整个系列都有不同的款式 球体形状的Ball Bubble 长条型雪卡型的Sigar Bubble 里型 苹果型 不过我自己觉得Saucer 是整个比例最好的 早期的布艺吊灯 多数都是用丝绸去覆盖灯架 但是由于制作非常之繁复 George Nelson 就自己开发自己的版本 简化过程 用噴霧塗料 噴在布上做灯罩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想法 正正就是因为这种塑胶塗料 令到灯罩可以将光线均匀分布到每一个角落 但同时又不完全透明 这个就是这支灯成功的地方 Saucer 不单静 它还非常经典 可以放在不同的设计空间都可以配搭 这个设计在mid century modern 风格中特别受欢迎 中世纪设计的概念主张简约实用 而且价钱要亲民 适合更多人使用 你可能在很多地方都见过这盏灯 因为它是很多设计师的深水之选 因为它实在太厉害太经典了 好了 下一盏我觉得很值得拥有的是Arco 地灯 它是1962年由意大利设计师 Castelloni 的兄弟设计 这支灯最特别之处就是它半拱形的手臂 装有可以调校角度的女制灯罩 你可以按实际需要摇摆灯罩 为某一个地区提供照明 非常实用 而且灵活性高 整个设计很简单 就是一个大理石底座做重心 半圆拱形的灯罩 可以反光的灯罩 就是这么多 它的设计原意就是可以为空间提供由上至下照明 又不需要像吊灯那样做天花拉线 这一点我觉得它做得非常成功 以地灯来说 它要做到天花灯 由上至下照明是非常不容易 最原本的设计是以白色的 用光线大理石作为平衡重心 虽然灯罩不是很重 但是延伸到这么远 都需要一个很重的重心去平衡 大理石底座除了外形设计之外 还是实用的元素 是的 它是一支非常巨型的灯 有时我觉得它也不是很实际 但是始终一个设计 如果你有空间许好的话 都可以用这支灯作为亮点 最容易用的地方就是客厅 AD 也有介绍过它用在饭桌上 甚至睡房 如果你住在一间几千尺的大屋 相对其他今天我要讲的灯 我想坊间真的有很多ARCO的仿制品 始终这支灯由1962年开始生产 到现在真的非常受欢迎 另外还有很多设计都受到ARCO所启发 如果你喜欢这个想法 你可以找其他 当然如果你有能力 空间也有的话 这支灯很值得投资 怎样整天都有一条糖果 下一支我觉得很值得介绍的 就是Panthela 无论是桌灯、地灯 或者近几年很流行的充电灯 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入手 它是少数Postmodern 我觉得真的比较漂亮的一支灯 1971年由丹麥设计师 Vernal Panda设计 最原早的只有桌灯和地灯 灯罩是由乳白色的压胶压胶制成 半透明的灯罩 以及内灯罩向下反射 喇叭杆的设计 留下了散射的舒适氛围 然后就会有班人走出来说 几千元买支塑胶灯 不是吧 但你要记住 它的设计年份是1971年 当年Postmodern是首次兴起 一些有别于传统的设计 都是第一次推出 它又同时使用新的物料 当年的设计师 可以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傢俬不单单只用木头雕缩 灯色不单只用玻璃制造 所以用塑胶做的家品 在当时是非常创新 而且在二战和工业革命之后 它们可以大量投入生产 还有我想说 漂亮的亚加力胶或者塑胶 你要做到像玻璃的效果 可以做到滲光半透明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有时越简单的东西 看上去越容易的东西 其实反而是最难做的 如果你十年前份 它其实不是特别受欢迎 不过随着时间 Postmodern的潮流又再回来 这两年打开IG 年轻人真的很喜欢这支灯 桌灯已经有三个尺寸 无线充电灯有两款 还有不同颜色选择 其实不难估计 只要厂增加系列 就代表它在市场上有价值 真的很好买 下一支我要说的是Vitra的Akali 它是由日裔美籍设计师野口用所设计的 它除了是工业设计师之外 还是花圆设计师和雕塑作家 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里面的 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碑 就是它的作品之一 我上年暑假也有幸参观过一次 马安营的顶部雕塑下面是一个石棺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面看过去 就会看到原子弹轰炸圆顶屋 这是当年的政府办公大楼 距离圆爆中心点只有160米的建筑物 在原子弹爆炸后几乎被摧毁 1996年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正正因为设计师野口用是一个雕塑家的背景 整个Akali的系列就是以无重发光体作为特征 而Akali在日文的意思就是明的意思 光明的明 每一支灯到现在为止都仍在日本棋浮院 一个传统家族企业工作室用人手制造 由拉杆起舞到黏和纸上灯笼定型 风干胶水摘叠灯笼 整个过程都仍在日本製造 所以你说买这支灯不仅是卖设计 你仍在卖日本传统工艺 现在还有生产的大概30多个模特 我个人认为值得入手的是10A 9A地灯、7A枱灯 这几款充分表现了日式传统的美学 除了买纸灯笼之外 你还会看到一些木的细节 而吊灯方面 其实我觉得它所有的吊灯都很适合日本的风格 即是日式传统加Skandinavian 很适合做一个带有欧洲风 但又有嫌异的气氛 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室内设计的题目想听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就下条片再见 拜拜 记得like、comment、subscribe、share Thank you